吕不韦是杨迪的大商人 他往来各地 靠着低价买进货物 高价卖出去 在家里积累了千金的财富 秦昭王四十年前两百六十七年 太子死了 到秦昭王四十二年 便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 策立为太子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 安国君有位非常宠爱的姬妾 策立他为正式夫人 称为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儿子 名叫紫楚 紫楚的生母叫夏基 不受安国君宠爱 紫楚作为秦国的人质 被派到赵国 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 赵国对紫楚的礼节 不是很周到 紫楚是秦昭王术出的孙子 在赵国做人质 他日常所乘坐的车马 和花销都不充足 生活困窘 很不得已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的时候 看到紫楚以后非常喜欢他 说 这个人就像一件奇货 可以囤积起来 以后卖个高价 于是就去求见紫楚 又说他道 我有能力光大您的门庭 紫楚不以为然地笑着说道 姑且先把自己家的门庭光大了 再来光大我的门庭 吕不韦说道 您这就不明白了 我的门庭需要等您的门庭光大以后 才能光大紫楚心里明白 吕不韦说这番话的意思 就把他请进屋里 坐下来进行深入的交谈 吕不韦说 秦王年纪大了 安国君得以被策立为太子 我私下里听说 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能够选立嫡子为继承人的 只有华阳夫人一人 现在您的兄弟有二十多个 您又排在中间 不怎么受宠 长时间在诸侯那里做人质 即使秦王去世 安国君被立为秦王 您也不能指望去跟安国君的长子 和整天在安国君面前的诸位公子 争太子的位置 紫楚说道 说得对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吕不韦说 您生活贫困 在赵国做客 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奉献给安国君 和结交宾客的财物 我吕不韦虽然也很穷 但愿意拿出千金 为您吸去秦国游说 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 让安国君策略 您做嫡子继承人紫楚 于是对吕不韦下跪磕头说道 如果真像您所谋划的这样 那么我愿意分出秦国的土地 与您共享吕不韦 于是拿出五百金交给紫楚 作为他日常生活 和结交朋友宾客的费用 然后又用五百金 采购了稀有珍贵的玩物 亲自带着这些东西 向西去游说秦国 吕不韦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 请他帮忙把所有的礼物 献给华阳夫人 借这个机会说 紫楚既贤能又聪明 结交的诸侯和宾客遍及天下 而且紫楚还经常说 我把华阳夫人当作天一样 每日每夜都流着泪 想念做太子的父亲和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听了非常高兴 吕不韦于是借这个机会 让华阳夫人的姐姐 游说华阳夫人说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 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 等到容貌衰老 受到的宠爱也就会慢慢的减少 现在夫人侍奉太子 很受宠爱却没有生养儿子 不如趁此时 早点从太子的儿子们中 选择一位 贤能孝顺的来结交 在太子面前推荐 用力为嫡子继承人 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来对待他 那么当丈夫还在世的时候 您会受到尊重 等到丈夫去世 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 您也不会失去依靠 这就是人们说的 凭借一句话 来获得万事的好处啊 如果不在容貌美丽的时候 为自己树立根本 那么在自己容貌衰老 受到的宠爱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算想跟太子说句话 还能够得到机会吗 如今子楚十分贤能 他知道自己在 安国君的儿子里面排行居中 按顺序是不可能 被立为继承人的 他的母亲又不受宠爱 自己想要依附夫人 夫人如果真的能在此时 推荐她做继承人 那么夫人终身都可以 受到秦国的尊重啊 华阳夫人认为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就在太子有空闲的时候 委婉地说起 在赵国做人知的子楚 是个非常贤能的人 跟他来往的人都称赞他 华阳夫人又借机哭着 对安国君说道 我幸运地被您选进了后宫 但不幸的是没有儿子 我希望您能够策立 子楚为嫡子继承您的王位 好让我在以后有个依托 安国君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 于是跟华阳夫人一起 刻下了一枚玉座的符印 约定立子楚为继承人 安国君和华阳夫人 于是送给子楚丰厚的礼物 又请吕不韦来教导子楚 子楚因此在诸侯之间的名气 越来越大 吕不韦娶娶了 邯郸城中一位非常美丽 又擅长跳舞的女子 做机械 跟自己住在一起 知道她怀了孕 有一次 子楚在跟吕不韦迎酒的时候 见到了这位机械 非常喜欢她 于是就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 请求把这个女子送给她 吕不韦很生气 但又一想 自己已经为子楚 花去了家里的大量钱财 想要借此调取其货 于是就把这位机械 献给了子楚 这位机械隐瞒了 已经怀孕的事情 到了十二个月以后 生下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正 子楚于是立这位机械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 前两百五十七年 派王以率领秦军 包围了邯郸 秦氏危急 赵国想杀死子楚来泄愤 子楚跟吕不韦商量 拿出六百金黄金 贿赂看守他们的官吕 终于逃出了赵国 逃到了秦军的军营中 于是回到了秦国 赵王又想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 但子楚的夫人 是赵国一家 很有势力的人家的女儿 得以被藏匿起来 所以母子两个最终得以活下来 秦昭王五十六年 前两百五十一年 秦昭王去世 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王 华阳夫人被策立为王后 子楚被策立为太子 赵国也把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正送回了秦国 安国君被拥立为秦王 只有一年的时间 就去世了 世号是孝文王 太子子楚继承王位 他就是庄襄王 被庄襄王认为母亲的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 而他的生母夏姬也被尊为夏太后 庄襄王元年前两百四十九年 任命吕不韦为相国 封号为文姓侯 庄襄王把河南洛阳的十万户赏赐给吕不韦作为他的实意 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就死了 太子正被立为秦王 尊奉吕不韦为相国 还称他为重负 由于秦王年纪很小 太后经常偷偷地与吕不韦私通 吕不韦家里的仆人有一万人 在那个时候 魏国有姓陵君魏无忌 楚国有春申君黄歇 赵国有平原君赵胜 其国有孟长君田文 他们都礼贤下士 结交宾客 并且争得很厉害 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 在招纳门客这方面 却不如这四位公子 因此觉得耻辱 也开始招纳贤士 对待他们非常好 最后时刻的数量也达到了三千人 在这个时候 诸侯国都有很多能言善变的人 像寻卿等人 他们的著作传遍了天下 吕不韦救命他的时刻 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 综合在一起成为巴拉 六论 十二级 共二十多万言 自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 古往今来的势力 于是就命名为吕氏春秋 把这部书放在咸阳的城门上 又在城门上悬挂了一千斤 邀请从各个诸侯国 来到秦国游历的世人和宾客 如果能为这部书增加或删减一个字 就奖励他一千斤 秦始皇一天天长大 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 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 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就暗地里寻访到一个阴京很大 名叫烙矮的人来当自己的门客 时常纵情地欣赏歌舞 命令烙矮把同目坐的车轮 套在自己的阴京上 使车轮转动行走 并让太后听说这件事 来引诱太后 太后听说以后 果然想暗中得到烙矮 吕不韦于是把烙矮 尽献给太后 假装让人用应当判处 辅刑的罪名来控告烙矮 吕不韦又私下对太后说 可以让烙矮假装受了辅刑 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 得到他太后于是暗地里赏赐给 施行辅刑的官员厚重的礼物 假装判处烙矮辅刑 拔掉他的胡须和比较粗重的眉毛 假冲宦官 于是得以侍奉太后 太后暗中和烙矮私通 非常喜欢他 后来怀孕了 太后怕有人知道这件事 就谎称自己占卜不吉利 应当换个地方躲避灾难 迁居到拥地的宫殿里居住 烙矮经常跟在太后身边 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 所有的事情都由烙矮来决定 烙矮家里的仆人有几千人 从各地来到秦国谋求官职来当 烙矮门客的有一千多人 秦始皇七年前两百四十年 庄香王的生母下太后去世 孝文王的王后 是华阳太后 已经跟孝文王合葬在寿陵 下太后的儿子庄香王安葬在紫阳 所以下太后另外单独安葬在渡园之东 说是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 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 一百年以后 我的陵墓旁边 就会出现一座一万户规模的成义 秦始皇九年 前两百三十八年 有人向秦始皇告发 烙矮实际上并不是宦官 经常和太后思通凝乱 生下了两个儿子 还把这两个孩子藏了起来 烙矮还跟太后商量说 大王如果死了 就让我们的儿子继承王位 于是秦王派官员调查这件事 弄清了事情全部的真相 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 这年九月秦王下令杀了烙矮的三族 又杀死了太后跟烙矮所上的两个儿子 然后就让太后迁往拥地 所有烙矮家的门客 全都被抄没家产 然后发配到属地 秦王想把相国吕不韦也杀掉 因为他侍奉先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再加上宾客和说客 为吕不韦说情的人有很多 秦王不忍心用法律制裁他 秦王十年前两百三十七年 十月罢免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 等到齐国人矛交游说秦王之后 秦王就把太后从拥地的宫殿中 接回了咸阳 但是让文姓侯前往位于黄河以南的封地 过了一年多 各个诸侯国的宾客和使者 在道路上络绎不绝 请文姓侯到各自的国家去做官 秦王害怕吕不韦会发动叛乱 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 秦国把你封在黄河以南 十亿十万户 您和秦王有什么亲情 被秦王称为重妇 您还是跟家人迁徙到属地去吧 吕不韦觉得自己正在被步步逼迫 害怕被秦王杀害 就喝毒酒自杀了 秦王怨恨的吕不韦 落矮都已经死了 就让迁徙到属地的落矮门客都回来了 秦始皇十九年前两百二十八年 太后死了 是号为帝太后 跟庄襄王合葬在了柴阳 太史公说 吕不韦和落矮地位尊贵 吕不韦被封为文姓侯 有人告发落矮 落矮听说了 秦王向身边的人打听情况 事情并没有暴露 秦王盗拥的忌天 落矮害怕灾祸发生 就跟同党谋划 盗用太后的喜应调拨军队 在齐年宫发动了叛乱 秦王派出官兵攻打落矮 落矮失败逃走 秦王的军队追到好志 砍下了落矮的脑袋 于是把落矮全族都杀死了 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处 孔子所说的骗取好名声的小人 指的就是吕不韦吧